視頻裡有一位身穿紅色衣的難民小朋友屍體 飄浮在土耳其愛琴海的岸邊 據了解,當地的5號在土耳其的巴勒克西爾 有一艘載有難民的小艇在去往希臘的途中覆沒 據土耳其獻兵隊消息,死者包括21名難民 其中包括3名兒童屍體在愛琴海的岸邊兩處地方被發現 除此之外,事件裡還有最少8名難民獲救 資料顯示,去年有8萬5千位來自敘利亞等其他地方的難民 希望經希臘逃亡後舟